立法会继续大湾区访问 有部分议员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率零下 前往佛山访问 他们去到博智林机器人公司 在佛山市市长白桃培同下 参观机械人项目 参观完之后 立法会议员郭佩帆说 佛山的建筑机械人发展全面 香港不时发生致命工业意外 香港应该全面引入建筑机械人 议员陈海恩就说 机械人300日可以完成40层楼的建筑和装修 但立法会大楼扩建就要用3年 认为应该跟内地技术联手 议员邮达根就认为 香港引入科技密手成规 政府部门应该持开放态度 令更多新技术可以在香港应用 中学文凭试日前的英文科阅读及写作项目 其中一篇试题来自奥巴马妻子米歇尔的文章 但有考生事后怀疑不满题目太难 不少人去到米歇尔的社家平台洗版 有人就在米歇尔的社家平台留言 当中提及文篇开头的本字眼 又有人用中文要求米歇尔归还考试成绩 不过有人留上粗口 更夹杂或歧视自据 有网民批评这些人的行为有致 考评局回应事件就说理解考生重视应事表现 但发表意见应保持礼貌以及尊重他人 近日新冠确诊数目再度上升 有私家医生说 诊所每日由平均诊治两名新冠病人 目前每日大约近十个 有机会用完新冠口服药的传播 另一方面流感严重个案亦上升 不过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就认为流感高峰期而过 香港西医工会副会长陈培光说 虽然当局无限制私家诊所 另取新冠口服药的数量 但有机会一日就用尽传播 呼吁确诊者可以到医馆局诊所求医 周末先去私家诊所 另外近日流感严重个案增加 不过许树昌就认为数字已经到顶 预料将会回落 近日虽然天气回暖 但不少人有戴口罩习惯 又有接种疫苗 不认为会大规模爆发 五一黄金周临近 又是内地旅客的旅游黄贵 香港酒店价格亦都水涨船高 平均每日400至700元一晚的酒店 五一期间升至2000多元 大部分酒店价格都上升一倍以上 截至4月24日 旅游黄区的酒店在5月1-3日期间 平常可能低于1000的房价 都升至最少2000元 例如湾仔帝盛酒店 铜锣湾鱼心酒店等四星级酒店 价格高级的军月酒店 万里海景酒店都超过4000元 四季酒店更超过8000元 原本平日可能大约1500元的迪士尼酒店 假期期间更升至近6000元 另外一些较基本的宾馆 也要超过1000元 有酒店业界就说 今次五一档期的酒店需求超出预期 市场上的酒店价格已上升一倍 恢复到疫情前水平 香港政府早前推出开心香港活动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联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永雄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密美娟 以及香港旅游发展局总幹事 情顶一公布厂程 陈茂波说 在这个星期六 全港气院会画一30元看电影 又会在会展举行市集 可以免费入场 去到8月 会邀请英超足球队曼联的U16队 来香港踢交流赛 陈茂波说 今次的对象是市民可以有得玩 有得吃 借此支持经济复苏 活动会包括大型美食市集 海陆加连华 流行文化体育及音乐活动 大约是2000万开支 由4月至11月都有活动 而荣永雄就说 今个星期六会推出全港气院日2023 全港气院画一收费30元 鼓励观众去看电影 加快业界服尚 又会在星期六日的夜晚6点 在维港海边 邀请歌手参加流行音乐表演 所有观众免费入场 另外之后每个月都会有各种活动举行 8月会邀请曼联U16队 来香港踢交流赛 西九 数码港 以及迪士尼 都会举行不同的活动 内容